好了 又是我們這個順德歌情失數二的時間 就是選誰做對象 得罪人的環節 哈哈 這個就知道了 南美真是 不知道 哪位來的 新來的 這麼久好見的 不知道 沒開玩笑 為什麼這次又找南美呢 因為不知不覺這個選誰做對象 已經是拍到第十集了 當然是找回我們第一集原本的 過來再選一個吧 多謝 給點掌聲 現在訂了這麼多 應該跟以前選的 口味有點不同 對 應該要求高了 所以這次為了你要求高了 故意給你選擇 就是所有你熟悉的網絡人去選擇 嗯 那玩這些 哈哈 OK OK 其實我們這幾集已經改了一個環節 就是一拼一拼這樣鬥 每一拼贏了之後再選一個中冠軍 明白嗎 好 好 事不宜前 我們現在開始了 嗯 第一拼是 小惠鬥姜領諾 為什麼是這兩個呢 哈哈 這兩個很奇怪 之前不知道哪個女生玩的時候 她經常留言 不知道這次會不會為了你留言呢 不要留言 不要留言 我不想看到她們兩個 那無論你想不想看到她們都要選一個 嗯 小惠 為什麼是小惠 因為 不知道 熟一點吧 熟一點 即是合作得多就會 熟一點也好一點 有安全感一點 所以我接受不到一拼贏 哈哈 明白 下一拼我很放心 就是 飛龍鬥屎羅姆 哈哈 那誰不用說 我也知道答案是誰 哈哈 我想解釋 為什麼要一拼去鬥呢 首先 大家都知道 我和蘭比也好熟 也和蘭比也好熟 大家都結婚了 應該勢君滴滴吧 屎萊姆 哈哈 喂 你剛才說熟一點那一拼 即是熟一點那個才是 為什麼你要選屎萊姆 因為 屎萊姆是英王 你是什麼 你有所不知 我和英王很多人都合作過 我是嗎 為什麼沒有人知道 幕後而已 我比較低調 我喜歡的人高調一點 那 就是為了英王而選屎萊姆 就忘記了我們這麼多年的感情 你也不是聽得到六幅嗎 哇 好可愛啊 想什麼時候玩 就什麼時候玩 嘩 你不要說到這樣 就是你老婆找我啊 大佬 不是 她明白的 我想說是大家合作的感情 OK OK 都是屎萊姆 你可以解釋嗎 因為 因為 不是 因為她比較紅 哈哈 不算是 真紅頂白我明白 好 好 第二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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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B 對 Billy 嗯 為什麼 英俊 比較俗 我以為是Billy比較俗 因為不系統 他比較友善 性格 也很好了 小B 不熟 如果說雙熟 當然是和Billy比較俗 好,繼續下一批吧 小波子鬥波仔 波里斯鬥波里斯 小心點回答吧 兩個波子之間的爭鬥 糟了,我覺得可以 我好害怕 你怕什麼 我打哪個都好 你這麼久 波仔 波仔 貪人 等一下,冷靜點 波子的粉絲冷靜點 波子是萬千少女的男神 神聖不可觸及 所以我就...你明白嗎 波仔就連事無知一點 波仔就... 波仔好像小過我 是啊 好像是 小時候容易操縱一點 小時候容易吃一點 亂口一點 喂,不要說這些 我不是那些人 有沒有解釋 選波仔 嗯... 為了維持將來友好的合作關係 波仔合作關係 沒錯 所以就是... 你會跟他合作嗎 不知道 誰知道呢 我明白 波仔就沒有合作了 波仔... 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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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大哥 什麼時候關照一下小妹 我 繞不到 我們 E-pad 每個人都想知道 RICO 到底 兩個都是緋聞傳過的 你要這樣說 緋聞也有很多 這兩個是特別傳得厲害 那兩個緋聞男朋友 究竟誰贏呢 RICO RICO 有得解釋嗎 因為... 因為RICO 是比較幽默的 而且RICO 應該會留言 哈哈 那他留不留言這些旗詞 你試試不留 我... 我知道你在看的 哈哈 哈哈 好 RICO 你的感情關卡 我們不會問 其實看以前的影片就會知道 分手 哈哈 好啊 喂 所以我不會問你為什麼選他 大家心中有數 好 那現在好 選了五個了 記得誰 我們選一個總冠軍 嗯... 是不是... 是不是R兄呢 哈哈 哈哈 嗯... 欸... 我忘記有哪五個 其實 我說一遍 小偉 史羅姆 史羅姆 Billy 波仔 RICO 五個選一個 RICO 啊... 我也猜中了 不用審了 RICO 好像回到香港 嗯... 不知道 那我拉上來 我什麼都不知道 拍一拍 不過我怕他選來選去 他應該不選我了 然後就... OK 續航 不會的 以後不會再見 行行行 以後別做朋友 找... 你找到一起再拍一拍 再算了 好 那今集就這樣 拜拜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請Like和Subscribe這個頻道 記得要按Subscribe旁邊的小鈴 那我出片的時候 你們第一時間就會收到通知了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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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自己的 真的 謝謝你 我選擇